它将福建文明的历史从3000年前提前到了5000年前 它是福建省唯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地方 它是福建海洋文化的开始 它就是潭石山文化一指 在1460平方米的展馆内 通过多种方式带你从多方位再现 5000年前福建海洋文明的起源 展现潭石山人生产 生活的情景 了解文物背后隐藏的故事和传说 走过馆内的墓葬 陶遥 祭司台 一窥5000多年来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 在橱窗前凝视着7年前的 体现陶鬼 石奔 石族 古笔 馆内数千件文物无不诉说着 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米文化 至陶之网 追捕野兽 陶府煲汤 通过雕塑 多媒体 升光电 等多种展出方式 福州人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的饮食文化 早在此时就已经形成 潭石山遗址是福建发掘的面积最大 成果最丰硕的遗址 通过这些潭石山人的生产生活的痕迹 充分地展示了潭石山文化的源流 以及史前人类文化的特点 国务馆西册的遗址中则展示了部分发掘现场直观地在线了那个时期的陶遥和其他生活痕迹以及祭祀仪式的场景 这里考古发现的每一处都值得你前来探索 来到这片沉睡了五千年的文明沃土 感受先前民族文化带来的文化魅力 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将有更多古老而又神秘的历史画卷在时间的长河中徐徐展开